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Bajichuan is an internal art that relies on softness and suppleness to be effective. But there is a component of hardness and strength inside. Bajichuan, by contrast, is a more external martial art. It emphasizes hard strength and explosive force. However, there is a component of softness hidden in the hardness. It also happens that Emperor Chiang Long's paternal uncle was a second generation master of Bajichuan. Being a martial arts enthusiast himself, and having had relatively close contact with these two styles, this led Emperor Chiang Long to remark this. With these two distinctly opposite, arts of Taijichuan and Bajichuan coming together, The world is stable and at peace. 巴基拳作为一种从北方传过来的拳法, 它是一种怎样的拳法来定乾坤呢? 接下来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这位习武器的人叫袁盛才, 是武当山三宫派第十五代传人袁修刚的得意弟子。 在武当山学习武当武术近十年的时间里, 他不仅学到了内加拳的刀枪剑棍、拳法工艺, 还学习了一些用于武术实战比赛的外加拳法。 他现在正在演练的这套八级拳, 就是在武术界享有很高地位的北方拳种。 八级拳现在在北方流行的盛光, 八级拳它的拳名叫开门八级拳, 其实它也是一种很苦劳的传统, 所谓的开门它就是在由后开对方防守门户里, 这么一种说法,然后直接破开的门户拳进去。 它实际说在攻击上占了一个主动力。 实际说在传言里面,它就讲过, 说是文有太极、安天下、武力还有八级、定强坤。 很早以前,八级拳也叫八子拳、八级拳、八级拳等。 近代的拳时,根据其八境可达四面八方极远之处的特点, 以八级二致定义。 至于它的历史渊源, 由于没有确凿的历史记载, 至今仍说法所谓。 八级拳的渊源, 现在不好说的, 因为它没有一个很传威的记载, 所以说据传是由我们赖道长赖, 传给了河北的伍中, 所以说有伍中的发扬广大。 不管武术界怎么说, 八级拳已经深深唠了北方拳种的印记。 在武术教练袁胜财看来, 八级拳和太极拳的风格和特点完全不同, 一文一武,一朝一世, 更有讲究。 我们刚才看到袁教练的这个八级拳啊, 非常的刚猛, 具有一定的爆发力啊, 它到底有哪些特点呢? 请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它的特点主要是体现在经历钢蒙, 然后下盘稳固, 阶段四险, 爆裂突然, 短足多变, 蒙起阴落, 七十雄剑, 然后钢楼相近。 那家船它是以柔为主, 柔东带钢嘛, 它这个船它是以钢为主, 钢中带柔, 所以它跟我们的太极拳呢, 八卦之类的它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主要是体现在积极游戏方面。 然后平常是演练的话, 这个拳它也会要刚一些, 然后速度方面它会快一些。 八级拳以其刚烈雄剑, 动作迅猛, 朴实简洁的风格, 和独特的技机特点, 主称鱼士, 强调主动进攻, 先发指人。 像其中的阎王三点手, 霸王印浙江, 猛虎印爬山, 银门三不顾, 左右印开门, 黄鹰双抱爪, 立地通天炮等这些主要招式, 很好地展示出了八级拳的独特风格特点。 他这个动作是以自己先攻的。 刚开始就是一个撂当, 撂当可能别人会散开, 或者会隔之类的, 然后在他冲船的时候, 因为他不可能让你打, 然后在他冲船的时候跟他船架开, 然后跟他手缠住, 缠住一个丁走, 三下, 撂当, 架, 顶, 三下, 这个动作在进攻的时候, 它是一个比较阴险的动作, 然后变化比较多, 一个缠手, 之后拉, 在别人进攻船的时候, 就把他手缠住, 缠住之后拉回来, 一个扎船, 扎船完之后一个, 一个上, 上靠, 上靠, 缠, 这动作它的变化是比较多的。 正是这种动作刚猛, 简洁朴实, 注重积极性的拳法特点, 使八级拳在世界上的传播也非常广泛, 特别是在美国, 日本等国家, 八级拳备受追冲, 这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他在实战运用中, 非常具有杀伤力。 这个迎风朝阳长, 它是比较简洁的, 在对方, 就在对方进船的时候, 进船的时候跟他隔开, 然后一个靠的动作, 它是这个动作比较, 比较简洁朴实的动作, 这个动作, 它是以蒙奇应酪的特点为主, 就在对方进攻锡的时候, 用一个手跟他打下来, 打下来之后, 用一个手跟他打下来, 人家在进攻锡的时候, 把他锡给停下来, 它是比较猛烈直接的, 锡来之后, 就用你的手跟他硬顶下去, 让一个腿脏, 当然不可能在顶他膝盖的硬度位, 就顶这个大腿的落骨, 动脉神经这里, 八级拳的动作要求, 含胸拔背, 顶顶拔腰, 沉肩垂肘, 气管丹田, 踢腿高不过当, 因此在席练的时候, 要做到阵脚闯步, 如穿石入洞, 落地生根, 出手如剑离弦, 快刺闪电, 内功外功兼修, 练的时候, 我们主要是要讲求, 有绷径, 有震撼力, 突击的这种速度, 出击不易, 由于山崩的这种力量, 摧毁对方的这种力气, 这种弧, 这种招势, 所以说你动作它干脆, 力动, 发力这个瞬间, 它要求的是, 你这个弓箭, 拉弓发箭, 所以说发于炸雷, 事与神贼, 急于闪电, 钢流并济。 八级拳的步行, 多以四六步, 弓步, 马步, 蹲步为主, 步步有势, 势势连招, 学习八级拳, 主要以六大开, 八大招为核心内容。 其实它, 基本上这个劲道, 它是将, 呃, 困, 惨, 对吧, 困惨劲, 定走靠, 这些力量, 特点呢, 它是箭矩, 发进训, 下盘又要, 要叫它稳固, 所谓六大开, 它就是说在, 训练的时候, 一起手法了, 生怕, 所以说像, 阴, 抱, 单, 提, 跨, 残, 长期, 习练八级拳, 可以增强人体的力量, 速度和灵异度, 同时培养人们勇敢, 顽强的作风, 六大开八大招中的每一种手法和招式, 都有较强的积极性, 简朴刚烈, 凶猛异常, 所以就有了上打云穷点蹄, 中打挨戳几靠, 下打吃根埋根的积极歌诀, 所以它这个顶力, 它是一般就是做本人中正, 保持中正, 四面八方就是说, 做成这个, 有发力的这么一种气势, 叫做上顶下沉, 那么发力又要整合, 抱它当然是把身体, 对不对, 像这个打产以后身体收容, 对不对, 收容其实它抱, 本人暴龙了以后, 是前面为, 它是为发力以前做好的准备, 所以说叫我们太极权里面, 一样一种含, 虚禁待发, 也是这个意思, 所以说是抱, 实际上这个抱它就是, 在有功或仿的这两种意思, 都在里面, 抱就是保护自己, 所以说它发的时候就爆发出去了, 它也有功仿的这种意思, 单力, 它基本上单力这个方法, 基本上就是从上往下的这种扎的方式, 你看巴基凡它横度这样的动作, 直接平面就扎出去了, 所以它很威猛, 也很直接, 这就是单力的特点, 以能为主, 所以说提, 当然是提它也是防守里面的, 当你缠的时候, 人家破你的膝, 或者过去推不过膝, 所以一般都是破你下盘, 下盘它就不推提起来, 也是一种保护自己, 这个跨的, 它基本上就是说, 以这个端极大为主, 端极大为主, 就是跨着靠着你身体, 对不对, 快衰, 快衰这种, 几乎这种快衰的这种方法, 缠着呢, 就是我们讲的刚才这个小蚕, 大蚕这种, 就是缠着对方, 贴近对方, 贴近端大, 就是这个意思,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相信大家都看到过, 武警部队中操练的, 骑拿和格斗等等, 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 这些骑拿和格斗呢, 都是吸收了很多, 八级拳的特点, 因此呢, 八级拳也可以说是, 具有很强的, 积极性和实战价值的, 优优独播剧场——